台灣整型的水準 我覺得已經到達世界一級以上的 世界一流的水準了 這幾年其實台灣的技術 越來越貼近國際的水準 因為越來越多的醫生 包括我自己都常出國去參加一些 一些進修還有會議 所以其實在技術水準上 台灣的整型的水準 我覺得已經到達世界一流的水準了 年輕人的整型主要在五官 眼睛 鼻子 臉型 但是為了追求更漂亮 更完美 一般的龍筆我們會用一些甲體 像早期的矽膠 我們現在有卡麥拉 狗特斯類的東西 那肢體肋骨就是取用自己的肋骨 我們的那個胸下緣的地方 取一段肋骨來作為龍筆的材料 早期只是通常放個L型矽膠 那有時候鼻頭會穿出 有時候它那個甲膜會亂縮 那它做起來的好處當然就是 它不會排斥 而且它的感染率比較低 其實我們肋骨龍筆的原理也是差不多 我們也是把肋骨磨成類似像鼻膜的形狀 然後放在鼻梁上 只是因為它的材料是自己的 所以日後當然排斥不會排斥 感染率也比較低 那其中它當然還包括我們鼻前頭的一些 鼻頭的修飾還有鼻柱的支撐 那這個都是可以用肋骨去完成的 只要單一材料就可以完成這樣的龍筆手術 它在整形手術上大概難度是偏中高 因為它要取材料再雕塑 然後搭建的過程當然也是要有一些技術的水準在 它現在是一個雕 等於是有點像是一個鼻子雕塑的過程 不再是單純的只是塞進去一個L型的矽膠 最困難的地方應該是在醫生的經驗 經驗值上 如何去雕塑出一個好看的鼻子 因為現在龍筆不比以前 只是塞一個東西而已 我們要考的角度跟面向會特別的多 包括從三根的高低 上下鼻樑的粗細 那包括鼻柱的形狀角度 鼻頭的大小形狀角度 甚至鼻翼鼻小柱 那這每一個點都是要去注意的 其實整形手術的好壞 其實在於醫生的經驗值 有時候網路上 有這些網民的言論 不一定非常的正確 我覺得還是要多跟醫生溝通 多看看醫生的案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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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